你先看一下黑板 黑板總共有只有兩個框框 對不對 你要知道這兩個框框 一直到了考試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開始考考 長大之後我們要去考考 就說考試的時候 你連這兩個框框都不曉得它在插在旁邊的時候 那你就進到這個進大裡面就學得不是很好的 你先看一下這個地方 如果我跟你考一個題目就說 請你寫下學定格requestion OK 叫你寫學定格requestion而已 並沒有叫你寫跟時間無關的學定格requestion的時候 你要看一下這兩個框框裡面 這一個就是我們之前教的學定格requestion 對不對 那麼紅色這裡的話是叫做是跟時間無關的 一個或是時間獨立的一個學定格reques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邊跟右邊的話 我們先做比較 你先看一下左邊這個橘色的學定格requestion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你的溫方群裡面 除了這個位置之外 還是跟時間有關係的對不對 這兩個是同時都會影響你的學定格requestion 都是裡面一個 都是裡面一個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OK 這個就叫做是學定格requestion 所以你會跟有位置有關係 你除了要跟位置除了兩次微分之外 你還要跟時間要跟有一次微分的關係 因為你這個位方群裡面會有兩個參數 同時影響著你整個requestion的 OK 那左邊這裡的話是叫做是跟時間 independent 獨立的或說無關的一個學定格requestion 那你可以看到跟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既然它是跟時間無關 或是時間是可以拿出來的獨立的參數的話 你可以看到你這裡的話是不是只有跟位置有關係而已 你的位方群就只有跟你的位置有關係是不是? OK 這是你要先在讀這一張的時候 用這四張的時候 你必須要了解你要幹什麼 你得到東西是什麼東西 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題目我讀一開始跟你講說 OK 請你 我如果之後問了很多類型的題目之後 就說第一個 最簡單的問你的 請你寫下shading the equation 那你就要寫下shading the equation 來 然後當我考考考到最後說 跟你講說 這個題目是跟時間無關的 請你寫下跟時間無關的學定格requestion 那你就要寫這一個 這樣知不知道? 好 不要讀到最後的時候 人家基本上就在送分的時候 你還不曉得這個 到底是要寫哪個書寫什麼 懂我什麼 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 好 所以在這 我先剛開始的時候 先跟你講一下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別 好 那你知道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看一下 這個紅色的跟時間無關的學定格requestion 又是怎麼樣導出來的呢? 然後在導的過程當中 它同時又有幾個非常重要的conversion OK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 所以用知識的話 第一個這個章節就是要跟你講的是 跟時間無關 或是跟時間獨立出來的 一個shading the equation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它還是shading the equation 對不對? 所以它還是based on你這個 所以based的是你跟著學的這個形式 好 那但是它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你本來的位方群是不是跟你的位子 還有跟時間是兩個都會同時 影響你的位方群的 對 那今天這個題目很lucky的是說 它的時間是跟這個位子是independent 就是說這兩個並沒有couple在一起的 所以你這個位方群的話 你就可以把他們兩個獨立 變成兩個independent的一個位方群 這樣可以嗎? 就是說你本來是一個很複雜的位子跟時間 同時在影響你的總格 整個位方群的 那如果今天你的形式的話 是跟時間可以independent的話 就代表說你這個位方群 你可以把它隱約定的分成 跟位子有關係的程度上跟時間有關係 他們兩個是可以獨立的 就相當於是說你的座標 可以分為s座標跟時間的座標 可以獨立出來的 OK? 並不是每個時候都可以這樣子的 除非這個題目是一個time independent的 所以你才可以這樣子做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好 我今天這個題目是跟時間無關的話 我是可以把它分成位子、時間、獨立出來 對不對? 所以在原來的這個旋靈代理坤群的話 裡面的這個位方群 我是不是就是可以同時用 跟位子、跟時間的關係式把它帶進去? 對不對? 那第一個部分 因為只有跟位子要微分兩次嘛 所以這個G這個跟時間有關係的 位方群是可以先把不要理他了 因為他現在要做動作是跟位子為兩次 為分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先獨立出來 不要理他 OK? 那後面這裡的話 你本來的位方群 你是就用這隻兩個帶 一個跟時間、一個跟位子的關係 很容易帶進去 那相同的後面的話 是要跟時間一次為分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跟你這個跟位子的位方群 就沒有關係? OK? 你就只要跟你這個跟時間有關係的一個方式 所以他有個比賽就可以了 可以嗎? 好! 那麼這樣子下去呢 我第三個、第二個箭頭在做什麼事呢? 我同時把這個上面的式子同時處理 同時 我處理 一個 偷偷的位方群 也就是我處理一個位子的函數 以及跟時間的函數 OK? 我同時處理這件事情 那你看喔 先看左邊這裡 我同時處理跟位子的函數 以及跟時間的函數的話 我其實就把這個消掉了 但是呢 我同時也移進了一個 跟位子有關係的 要數分之一 對不對? 可以嗎? 那第二個這裡呢 我真的把它除掉了 所以只剩下你的位方 是不是? 好! 然後最後這裡呢 我把它處理這個不見了 可是我又同時又要處理這個區分之一 是不是? OK? 那這樣子的話看到什麼事情? 你有沒有看到 你的等號的左邊 現在 只剩下什麼? 你是不是這整個都是只有 function of x 的函數而已 對不對? 那等號的右邊 你是不是只剩下什麼? 是不是跟時間有關係的函數而已 方形容時間的函數 對不對? 那 你們兩個都是不同系統的函數 你們既然要相等 就是除非只有一個可能性 你們就是等於一個常數 對不對? 因為兩個不同作標系的 你們怎麼會一樣呢? 你們要一樣的話 只有一個可能嗎? 就是要等於一個常數 可以嗎? 那我就另一個常數吧 小一給你們 好! 這個小一呢就是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呢屬於這個 我們方形容時間的 也是方形容位置的 可以嗎? 這個就是做一個小技巧 可以嗎?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10分鐘好了 好! 先大致看看你有沒有知道 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來 一起考慮跟我們吧 好啦! 好! 那我上一盤課跟你們說了 對不對? 這個又 這個等號的左邊呢 是一個 都是 都是跟S有關係的函數 OK? 那麼等號的右邊的話 都是跟時間有關係的函數 那這兩個函數是完全獨立的 對不對? S跟時間是完全可以獨立的 那你要兩個都一樣的時候 那除非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他們等一個常數 OK? 那這個常數 這個常數的話 你要定什麼都OK 我現在就定一個小技巧給你好了 好! 所以呢 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Functional of x的話 是等於這個常數 Functional的時間的話 也是等於這個是函數 OK? 好! 我們就把這件事情 寫到這邊來了 就是說 你這個跟位子有關係的是一個常數 對不對? 那麼 跟這個時間有關係的話 也是一個常數 OK? 那你看這裡的話 這裡多了一個Functional of x的 所以我把它承到右邊來了 你就可以整理成一號式子還有二號式子 沒問題哈 目前就沒問題 好! 繼續看了哈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來解決第二個式子好了哈 好! 第二個式子 我們先來解決它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當我這裡 你看喔 這裡是對G函數為分 這裡是一個G對不對? 我先把跟G有關係的放在左邊來 其他的呢 我都把它挪到右邊去了 OK 好! 那你現在開始積分了對不對? 積分之下的話 一定會等於一個常數項嘛 所以你看 你這裡G分之底G的話 積分是不是變成是LN的G 的那個積分之後變成LN 這個問題可以哈 這G分之底G的話 是不是這個就是LN的函數的 微分的形式嘛 OK 所以當你積分起來的話 這邊才是LN的函數 啊哈 那這裡呢 這裡的話 是不是這個是常數項 小1是我剛才定的常數項 I也是一個常數 H5也是一個常數 這些都可以先拿出來 對不對? 然後呢 你一次的微分對時間 你再把它積分 是不是就變成原來的形貌了 對不對? 原來的一次的一個時間第一了 OK? 那你要積分嘛 所以一定是一個常數項 對不對? 那為了配合這裡有一個LN 所以我這邊就給他取一個常數項 叫做LNG0的一個常數項 OK? 好 那你這裡LNG0的話 是不是可以跟這個LG LNG的話是又合併在一起 你把它挪過來 本來是不是應該是LNG-LNG0 對不對? 那在LN的函數的時候 你跟他是不是跟你交過你的LNG-LNG0 就相當於是G出以G0的LN 然後這是LN的函數的那個關係 是嗎? 對嗎? 那這裡的話呢? 還是一樣照寫 就是跟時間一次函數 所以你看喔 我G出以G0的話 是不是就LN這裡的話 是實際上當於是一個exponential的函數 然後這個是一個G0 所以你乘上exponential的負 i FnE-H8T了 好 就也不會成為最後的形式 是這樣子的 這有問題 初學 有問題的話 你要再欣賞考一下 好了 你其中看這裡 好了 看這裡 在對這個exponential的上面這個指數而言呢 小1除以H8T的話 是不是相當於是以前我們在描述一個函數 一個i Omega P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你這個就是寫個Omega P 這是一個微方形的函數的話 這也是i Omega P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你這個小1 我剛才定任何一個數小1 這個常數的話就等於H8Omega 這個是一個微方形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i Omega P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小1 這等H8Omega 那小1是什麼東西? 你在上一堂課的時候 是不是跟你講過你born的那個relation 就是你上次考試有沒有 是不是跟你講過說 比如說你如果是一個particle 具有波動的那個形式呈現的話 你這個energy就等於H8Omega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剛才 剛才我們定的這個常數項小1 就是等於什麼東西? Potal energy E OK? 所以剛才那個小1不是沒有物理意義的 是有物理意義的 它的物理意義的話就是等於一個 total energy的數值 可以嗎? 好,所以這個很重要 好,所以這個很重要 好,那麼也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剛才我們推的話 我們是就是對這個h2在做處理 也就是說呢 你等一下你的微方菌的這個g 跟時間有關係的函數的話呢 它實際上就是等於什麼? 這個小1不是沒有物理意義的 這個應該是寫什麼? 1 Total energy的1 Omega 3H8 可以嗎? 所以這個是用物理意義的 Total energy在這邊的 知道嗎? 好,這沒問題嗎? 好,剛才不是都是在解決這個equation2 對不對? 所以現在把equation2解決完之後 就要解決equation1 OK? 那剛才你的事情今天知道這個小1 就是等於total energy的大1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equation1的這個小1 是不是就可以寫total energy的大1 可以嗎? 所以你看我這裡就是寫大1 可以嗎? 好,那麼equation1 這個equation1 OK? 就是我們剛才一直在強調的 跟時間無關的選一個equation 這樣知道這個怎麼推導出來了嗎? 可以嗎? 好 好,那麼你推導到這裡 基本上你就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可是這個章節總共有四個重點 一定要再次的幫你做個conclusion 第一個 題目如果是在問你 這個跟位子有關係的函數 是有一個專有名詞的 叫做igelfunction OK? 這個就叫做一個igelfunction 所以題目要是沒有寫那麼清楚 我就跟你講說 我畫了一個題目的話 一個題目的形式的話 請你求igelfunction 你可以知道你要求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你要求igelfunction的話 是相當於是要求 跟時間無關的這個 規方形 可以嗎? 好,那再來 如果題目是跟你講說 請你求這個igelfunction OK? 這個什麼叫做得真值的話 你就要知道題目是要問你這個小1 或是問你這個total energy的大1 這個一定要看得懂 人家在問你什麼 第三個事情 就是要你求total energy的大1 這個一定要看得懂 人家在問你什麼 第三個事情 就是如果他要你寫下 這一個題目的igelfunction 你要小心 你不能只有寫igelfunction 因為這個跟時間無關的 是叫做igelfunction 如果他要你寫total的igelfunction的話 你除了這個igelfunction之外 你還要寫上跟時間有關係的函數 只有這兩個乘在一起 就是igelfunction 乘上跟時間有關係的函數 這兩個相成之後 才叫做igelfunction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以嗎? 等一下我做幾個小小測試 再來 還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交代 就是如果他要問你 這是什麼? 這是上禮拜想的 probability的什麼? 但是你 記憶率密度 對不對? 如果要問記憶率密度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知道 是不是他的dagger 乘上他本身的話 你這個 就是自己成自己 沒問題 對不對? 你自己的dagger 乘上自己 因為這裡後面是一個exponential 所以這裡從那種函數的話 那個之後再承上自己 是等於1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這個微方訊 是跟時間無關係的話 他如果要問你probability的density 名詞要把自己的 跟位置有關係的微方訊 相成就可以了 因為後面那個會等於1 可以嗎? 所以這裡可以考的題目 就非常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一直造成等一下 後面的題目 幾乎都是在follow這個 這幾個重點在處理的 可以嗎? 我先 你要知道 Ider function 就是要記憶 跟位置有關係的 Ider volume 就是要跟 Wave function的話 就是跟時間有關係 你跟位置有關係的 這個函數兩個下層 可以嗎? 然後probability identity 是什麼東西? 可以 好 接下來 我們要開始點列題目了 你後面的章節的話 幾乎都是在解釋 其實你跟位置有關係的 都是在based on 這個time-dependent的學習 會去練習的 在這之前 我現在做一個整理一下 這個Wave function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色 然後講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練習 好 接下來要解 要解 真正的要去做一些 宣布對學習的練習 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一下 有幾個重點 就是說 你到時候如果解出來的答案 如果有這些違反的委員則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在表現你算錯了 所以你要懂得你要去怎麼做檢驗 好 我先來看一下這個部分是怎麼樣的 在講這之前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要算的題目呢 基本上都是based on這個 跟時間無關的一個確定對於Question 所以你解出來的這個function 也就是我剛才可以講的 就是要解這個Igon function的解答 對不對? Igon function的話 就是只有跟這個位置有關係的這個解答 是不是? 如果我讓你寫位function的話 那你除了這個Igon function之外 你還要再乘上什麼? 1-I 1-H-B 然後跟乘上那個factor 對不對? 好了OK 那麼你再回歸 回歸一下 剛才講的時間無關的shading equation 和independent的shading equation的話 就是只有跟位置有關係的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嗎? 好了 你注意看喔 你要符合這一個條件的話 有幾個重點是需要注意的 現在幫你寫的是橘色的 這四個疊 你一定要記得這是很重要的 這常常會出在選擇題 不管是怎麼考試的話 人家選擇題就使用考這個了 第一個 你必須得出來的這個Igon function 是要有限的 有限值 不是無限的 要有限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剛才是不是講過那個 propriate density對不對? 出現的這個機率等的密度 機率密度的話 本來的本來是要求你這個 wave function的daker 乘上你本身的wave function 對啊 那因為你後面的那個 跟時間有關係的話 是exponential的factor嘛 所以那個到最後乘到自己的daker 之後增一嘛 是不是? 只有跟你自己的 Igon function的daker 乘上你的wave function 是不是? 那以前我是跟你講過說 因為你的wave function這個東西啊 你的機率 出現的機率 一定是要有限的嘛 是不是? 有限值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已製造成 你這個機率是要有限的話 所以你這個Igon function 也就跟著要有限 知道原因了嗎? 為什麼這個Igon function要有限呢? 因為機率要有限值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Igon function的話 變成要有限 不可以無限 好 這是可以回頭一點 要知道哪個原因是什麼 第二個呢 你這個Igon function呢 必須要只有一個值 嘿 你不能用 你不能重複有兩個值 也就是說如果人家選擇題 是畫這樣子的圖的話 就是說 你一個位置 對應到一個Igon function 對不對? 那基本上你這個位置呢 你如果有兩個值 這個是不能允許的 還只能這個值 要不然你那個機率不足夠 對不對? 再來的話第三個 你這個位置Function 一定要continuous 一定要連續 為什麼一定要連續呢? 如果你不連續的話 你這裡要微分 你就會發生問題了 對不對? 你就變成無限大了 對不對? 所以你這裡不能 你這裡不能斷續 一定要連續 要不然的話 你的sharing the equation 由這裡要微分 就會出現問題 好 所以呢 如果選擇題要讓你這樣選 一個XX的話 它這裡有兩個點 然後呢 這裡又發生不連續狀態的話 你這個也是要打XX的 怎麼關 好 OK 第四個 第四個 因為根據這個 這個 time-dependent的 sharing equation 的話 就是這個 equation 1 的話呢 你剛才 是不是一直在講 這個Igon Function 要有限 要翻譯詞 要continuous 對不對? 但是呢 你既然這裡要兩次微分 你這個equation的話 因為Igon Function已經是有限單一值 然後continuous 對不對? 所以你這裡的兩次微分 是必須也要符合這樣子的條件 這樣子有限加有限 有限 等於有限 OK 然後單一值加單一值 它等於單一值 是不是? 所以 因為你的Igon Function 有符合這樣子的條件 所以呢 也使得你必須兩次微分 也要有這樣子的可信 可以嗎? 要不然的話 等他不能成立啊 是不是? 一個無限加有限 怎麼會來有限啊? 是不是? 所以必須兩次微分 也必須要符合有限 然後單一值啊 continuous 對不對? 那麼因為兩次微分 必須要這樣子 所以也就是告訴你說 在還沒有兩次微分之前 的那個一次微分 你就必須要符合是有限 continuous還有單一值 可以嗎? 因為如果你一次微分 都沒辦法符合這樣子的話 你怎麼去實現再一次的微分呢? 所以也必須要 當你一次微分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這樣子的一個特質 可以嗎? 這裡很重要 這裡會常常好選擇題的部分 好 你們再看一下 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開始進入 我們要開始做驗習題了 可以嗎? 好 我們現在看第一個例子 比較簡單的這個例子的話 第一個例子的話 它是講的是一個free particle 自由的例子 通常它只要寫free particle的話呢 後面這裡可能就會寫了 但是你要知道它所謂的free particle 這個free的意思 你要記得 你看到free的這個意思的話 就代表的是 它在過程當中 它所受到的這個v 是等於0的 可以嗎? 就它可以不用寫後面這個句子 不用寫with的0這個potation 這個可以不用寫的 但是呢 你一定要知道 你看到這個free particle的話 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你受到的v是等於0的 OK? 所以本來的虛擬個equation的話 中間這個跟這個potation有關係的 這個v這個方向 這個部分呢 就可以把它省略掉 因為它potation沒有 這是free particle最大的特色 可以嗎? 所以free particle為什麼是最簡單的呢? 因為它已經不用考慮到 這個potation部分 所以這中間的部分就沒有了 沒有的話 這邊的式子就很簡單了 對不對? 剩下的是兩次微分 等於本身的自己微方性 OK? 那這個在因數的話 是告訴你說 你中間這個是不是可以把它用成 負k平方來代替 其中的這個k呢 就相當於是這個 k平方的話 等於2mt除了h bar OK? 等於一個常數相 好 那麼你這樣子的話 就是要解這個數學題目了 兩次微分的v function 等於負k平方的自己的v function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相當於是你的因數的話 是告訴你說 你就是在解這個題目 加k平方 可以幫助你的v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 是不是你的一個因數 就告訴你說 你這樣子的答案 就是等於 exponation的正負ikx 一個常數相 就是最簡單的一個式子 好啦 這個就是你答案了 OK? 好啦 你注意看 你有兩個答案喔 對不對? 一個是代正ikx 一個是代負ikx 一個是代負ikx OK? 那這個剛才在解的話 是都在解i跟function 對不對? 因為都在解跟時間無關的i跟方順 是不是? 你解完之後 如果他要問的是v function 你不要忘記了 你還是要乘上這個時間的exponential 的factor上去的 可以嗎? 好 好了 這個factor是不會變的 對不對? 另外 可是你剛才是不是看到了 這個i跟function 這個i跟function 是得到兩個答案 一個是正跟負 所以相同的 你也應該會有得到兩個v function 對不對? 好 兩個v function的話 你把它整理起來 就是等於一個i ks-1-H8t 以及-i的ks-1-H8t 這兩個答案都是你的答案喔 你不要忘記寫一個 那這兩個的物理意義是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兩個答案呢? 這個看你之前的話 是不是在服務或是電磁波告訴你了 如果是一個ks-1-H8t的話 這個相當於是一個前進波 前進波 然後呢 是向正x方向前進的一個波函數 對不對? 還記得嗎? 然後呢 這裡的話呢 是不是ks-1-H8t的話 是不是在電磁波或是服務的告訴你的話 這個是一個前進波 但是這裡是加嗎? 所以這裡的話是w-1-H8t前進的一個波函數 可以嗎? 所以這兩個都是你要的答案喔 懂不懂? 可以嗎? 好 除了這個之外 第一個人家會問的是要你解出來這兩個解 第二個人家也會問你的是 請你把這個位方群畫跟位子有關係的圖 可以嗎? 那你看啦 你的答案是不是都是 你的這個位方群是不是跟這個 如果跟位子有關係的函數的話 是不是就是 its potential factor? 對不對? exponation的話就是上一波分解出來 就是實數部分的話就是上一波的部分 對不對? OK? 好 好啦 那人家第三個也會問你的是 你要學化你這個probability 你機率密度的跟位子的關係的圖 好 機率密度的話是不是 剛才講過了 你把你自己的位方群的那個 成像你的位方群 對不對? 是不是就是三坦克是不是告訴你說 因為你是跟時間無關的話 是不是相當於是等於 你自己的igual function 你的degger是這個igual function 對不對? 然後呢 現在的igual function是誰? 是不是a 就是a 也是ponential的 比如說iks 就是 假設我取一個簡單來看 你這個的degger 再乘上自己的i iks 對不對? OK? 那degger之後是不是等於 exponential-iks 是不是? 然後後面的話呢 是不是等於iks 只要遇到exponential的話 你的degger之後就剩下 只有剩下自己的 好 OK? 所以為什麼這個 free particle的話 你的 你的這個probability的degger 就是剩下你的 係數的平方的 跟係數有關係的 OK? 那係數的平方的話 是不是還是一樣 是一個常數項 所以呢 不管你是怎麼樣的位置 你畫出來的話 你的機率都是相等的 因為這個a 跟位置 是沒有關係的 OK? 所以呢 你不管在哪個位置 你得到的 都是一個常數項 要知道 好了 那他的物理意義是什麼呢? 如果都是一樣的話 代表說 這是s就是在空間 對不對? 在位置嘛 不管是在哪個空間當中 你要找到這個free particle 你的機率都會是相等的 OK 你今天要在正五 正七 或是在任何位置的時候 你找到他的機率都是相等的 這樣懂不懂 可以嗎? 好 這是第一種類型的題目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然後這是最簡單的 OK 然後呢 再來我們要來試試看 第二個類型 比較簡單的 我先把布布寫下來 讓你休息一下 好了 第二個類型的話是 這是一維的箱子的問題 好 好 我們繼續看了 好 你先聽我說 第一個類型是最簡單的對不對? 是free的 就是任何空間 從無窮到 到達那個正無窮到達 整個範圍都可以讓跑的 好 free的 第二個呢 是 它是在一個有限的空間裡面 我們就叫做是一個 一維的box 是這樣的整題目的 它跟剛才第一個類型題目不一樣的是 剛才說是一個無窮無大 到達那個負無窮無大的範圍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 是在一個有限空間 譬如說 正2分4L 拉到2分4Z 有限空間 這樣在跑 那基本上而言 注意了 只要是one box的話 基本基本上而言 它也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free的跑 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one box的題目的話 也是告訴你 它的free的多少 free的多少 pature 0 算一下 所以呢 如果是一個one box的題目的話 它還是free還是要等於0的 OK 好 在這個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normalize這個題目 這個 歸一化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剛才在free particle的時候 是不是都有一個長處 像A OK 那現在的話呢 如果到了這個one box的時候 我們現在先第一個解決 就是先把這個A的長處 像到底是多少 的問題先解決 好 剛才呢 是在free particle的時候呢 我們先取向右的好了 向右的 向右跑的這個way function的話 它的函數就是i kx減掉e h8t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是剛才是free particle的話呢 基本上你要normalize的話 就是你的機率的積分是等於1嘛 可是你剛才在那個free space的時候呢 整個space step好的時候 你的範圍是不是負無窮到正無窮大 OK 那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workbox的時候呢 那它的範圍就是在一個有限空間裡面 假設 我現在跟你出的題目是說 它就是在一個有限空間 是一個l的箱子裡面跑 變成是l的箱子裡面跑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呢 假設它是從負二分z到正二分z這樣在跑 那它的規一化呢 就變得是有限空間 而不是無窮 無窮大到那個負無窮大等官網之類的 可以嗎 這是唯一最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它的規一化還是它的機率 還是在這個有限空間裡面 你找到它的機率 全部加起來 還是要整個一 這個事實是規篇的 好 好 規一化這件事情是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會喔 這個是常常會讓人家拿出來考 這個最基本的題目 當你人家題目在問你normalize的常數的時候 這基本上是在說你受分的 你要做什麼認罰 就是說它如果是在考你normalize的a的話 基本上你這個分數你又是沒有拿到了 那肯定你是已經是已經 基本上已經是考得不好了 好 好 那再來 你要規一化的話 你就是基本上你基本上等於e 沒問題 好 那你的函數是什麼 函數的話呢 是不是就是我們如果用向右的來看的話 就得a exponential的i k寫掉e h8 所以h8e對不對 所以呢 我今天要對它的 我們剛才說的那個堂科有講過 你自己的這個的函數就是a 可是後面的話 因為你是不是i exponential的i 你在這個的話可以呈負i對不對 然後exponential負i跟exponential正i 兩個相加之後就變成是0次方的 OK 所以你的規一化的話就很簡單 所以你只剩下a平方的積分等於1 好 那剩下來的話 因為這是exponential的任何的0次方的等1 對不對 所以你只剩下a平方 然後對比s積分就等於s的l 那s的積分是從-2分之l到2分之l 這樣子的範圍裡面 這樣子的機率是等於1 OK 那這樣子的話你是不是 這個2分之l到2分之l總共長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算出來你的規一化 常數像a就等於更號l分之1 這個數字了 這樣會規一化 OK 規一化是很基本你要會的一個技術 一個spear OK 所以呢 如果你會的話 你這個位方群就會把這個exponential的l 更號l分之就把它帶進去了 好 我要再次強調的話 題目如果是要你寫位方群 位方群就是除了s之外 你還必須要不要忘記這個時間的這個部分 1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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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好了 剛才我是用取向右 來跟您一起 來 如果今天要你寫向左 你也是一樣的規一化是規定 然後呢 就後面的很熟造型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 這是規一化的部分 可以 然後還是要再次強調 我們剛才是只有講free particle free particle的時候 是不是跟你講說你的v就等於0對不對 那相同的workbox的話 這個也是v等於0的意思 就是說在一個箱子裡面運動 它如果沒有告訴你任何訊息 你自己要知道就是v等於0 可以嗎 只是它跟free particle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於活動的範圍 free particle的話就是無窮大的範圍 那如果是一個箱子裡面的問題的話 就是二分之0 流到的問題就有時間範圍 有限之間的有限空間的範圍 這樣可以嗎 OK 好了 第二類型字幕就結束了 好 再進到第三類型的字幕了 好 我們看一下 第三個練習題的話就是 你這個potential呢 現在剛才第一個例子跟第二個例子 free particle還有box的話 是不是potential都是等於0對不對 現在開始 分為兩部分 它是叫做一個台階的這樣子的step的potential 意思就是說 它有些範圍還是一樣是等於0 但是它已經開始有些範圍是有一個尺的 可以嗎 所以如果畫出來的話是這樣子的 如果皮膜工廠會給你畫這樣子 有時候會畫 有時候不會畫 OK 那有時候畫的話 它就畫這樣子 就是說在aks小於aks在負值的時候呢 它的potential 這個藍色線是potential potential的話是等於0 那麼當你這個位子是在x大於0的範圍呢 你的potential是等於v0常住向 這樣回來看 這個是用畫圖的方式 那有時候它會用寫字的 就用文字表達 就告訴你說 如果是在aks小於0的範圍呢 potential等於0 那如果是在aks大於0的範圍呢 potential等於v0 OK 你看到這樣子的文字 你也要懂得把它畫成這樣子的圖 那你看到這樣子的圖 你也要懂得這樣子的文字 你要有這樣子的能力 要不然的話 你不曉得怎麼寫訊 可以嗎 好 當你會把文字畫成圖 或是把圖用文字來表示的時候呢 你看一下我們就開始 就是要來解它的I don't function 你要現在思想要不要 I don't function是指什麼 是不是只有跟位子有關係的方形 對不對 好 我們先來看I don't function 這跟時間無關的 學律哥一塊訊的I don't function 好 你先注意看 I don't function的話 如果是跟時間無關的 學律哥一塊訊 先叫你先寫 第一個 請你寫下更時間 time in pattern的學律哥 equation的話 你第一個不會寫 可以嗎 這個五分 OK 好 寫完的時候呢 就開始要你解了對不對 那因為你現在呢 potential有分為兩區 所以你這個V 必須要用兩個區域來解決 所以我現在就把小於0的區域 我就叫做區域1 大於0的話呢 就叫區域2 來分開處理 好 我們先來處理 小於0的X的部分 意思就是說 我先處理第一區 可以嗎 那第一區在處理的時候 然後因為它中間的V 四次等於0 是不是 所以等於0的話 你的中間的這個time in pattern 的sing pattern 就是這裡見了 是不是 所以你只剩下來的話 就是負H8平方2N的兩次為分 等於mg的by1 對不對 注意喔 因為你要區別嘛 所以我在這邊 這是叫做地區的I don't function 然後你注意看 你還是要注意看 你現在要求的是I don't function 對不對 那I don't function 我現在把它分為第一區跟第二區 嘛 同樣的道理 如果我現在開始要算 第二區的I don't function的話 第二區的I don't function 是不是有V了 OK 所以這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中間的話 這裡要寫V0 OK 然後呢 你的I don't function 是屬於第二區的 所以這邊都要下標寫2 才不會搞混掉 好啦 這樣你先寫不同區的I don't 這樣你寫不同區的time in pattern 所以你沒區區 你就寫這樣就可以了 沒有五分 可以嗎 開始要來解了 如果大家已經寫完一區區 就要解一區區嘛 你還是一樣分成兩區來解 先解第一區 第一區的話 是不是就跟上一個題目 跟第二個題目 free的particle 或是box的題目有一樣的 對不對 你沒有V嘛 是不是 所以你的解答 是不是就是還是一樣的 是 IKS跟-IKS的這兩個解答 OK 這跟free particle是一樣的嘛 印數有沒有 印數就告訴我說是A加B的 exponential就像加 那你要知道的是你這個K 你的代號K啊 是不是代表 這個221 這個221EH8 這也沒問題嘛 好 要來解第二區 第二區的解答的話呢 你是不是要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V0跟1 因為它們都是跟這個外方詢 按按鈕方詢的2號是有一次關係的 對不對 你把他們兩個合併一下 會變成這樣子的四字 會不會太快 慢慢寫給你看 就說 你 是不是可以把它分成分開 那麼呢 你把它V0挪到右邊來好了 挪到右邊來是不是變成1-V0 是不是 OK 然後這裡是不是有符號 你把它變成正號 是變成正V0-1 OK 然後呢 你再把它乘上去的話呢 把這個22乘上去 變成2-H8 然後這裡是不是V0-1 OK 就變成現在這個四字了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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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麼呢 我也是用相同的方法 我令這裡等於K2平方 其中的K2呢 就等於這中間的開燈號 OK 你要注意喔 那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放程式的話 你在印數的話 其實變成是這樣子的 嗯 平位Function IgO Function 為兩次對不對 把它挪過去 是不是-K2的平方 會等於1 是不是要寫這個equation 是不是 因為這裡是等於 等於正的K2嘛 你把它挪過去 就變成-K2了 這個的印數的解答是多少 印數的話 是不是變成 這個exponential的K2S跟-K2S的組合 要注意的是這個怎麼樣 這個四字是怎麼樣 沒有I囉 你要注意看這裡都一樣了 區1的話是有IKS的解答 對不對 區2的話是沒有I的K2 exponential的K2解答 這兩個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所以區2的話是在解這個Function 對不對 那區1的話 是不是 區1 在解K 是不是在解這樣子的解答 對不對 所以這是兩個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這樣子的印數就告訴你說 如果加K2平方的解答的話 是不是I的 is potentialIKS 那如果是減的話 就是沒有I的 exponential的K2S的 可以嗎 這是你的印數的解答 還有一個東西要小心 你呢 開根號 你這個不能亂戴的 你現在把它設為是K2 對不對 可是你的K2要小心 你這個開根號的話一定都需要大於0的 你不能夠今天 你今天不能夠把它寫成1-V0 1-V0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看那個1 綠色的1是不是小於V0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的V0-1的話是要大於0的 這個要小心 要檢測一下你有沒有寫錯了 好 可以嗎 到這裡沒問題 好了 我們剛才做了什麼是 第一個 你要會寫區域1還有區域2的 time-dependent的shading equation 對不對 然後你也要會去解 區域1還有區域2的 I don't function I don't function 好了 但是這個題目是只有一個題目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這兩個不同區域 你解出來的答案 總要把它做一個整合 你不能就分兩個部分來解 他們是有關係的 對不對 有什麼關係 他們其實在這個0的地方 是要有關係的 ok 就是說我今天有一個V function進來了 我有一個V function進來之後 到了第二個區域的時候 它總是要表現出連續性 然後呢 我們剛才是講過了 這個I don't function 必須要遵守三種特性 對不對 第一個什麼特性 要有限 第二個就是只有一個值 第三個就是要連續性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把它分為兩個區域來解決之後 你要利用這三種特性 把它們做一個整合 有意思嗎 你不能就寫1跟2就不管了 你還要運用到他們有這樣子的特字 就是說第一個要有 第一個是要怎麼樣 要有線 要連續 要有一個持平的特性 ok 所以最後啦 我們就把他們這兩個區域 把他們做整合 好 接下來還沒做完 繼續 好 最後幾分鐘你先聽我說了 你先放下評論 你先聽我講 好 我們剛才說我們要開始解了對不對 第一區域跟第二區域的equation之後呢 你也解除他們的igone function之後 你總是要利用那些function有些或是特質的 也要開始幫你做整合對不對 第一個呢 就是在這個bundary的部分呢 我們先用到了一點 就是說 每個igone function他們必須要有限值 好 所以呢 對剛才 剛才的那個igone function在第二區域的時候 我們四次寫下了 就是它有 剛才是寫cd對不對 剛才是寫c k2s加上d-k2s對不對 第一個你要有限值 不管是哪一個ion function必須要有限值 那這邊就發生衝突了對不對 因為區域2的話 它是不是屬於在x大於0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如果是區域2的話 這個x是不是有可能是可以到正無窮大的區域的 對不對 如果x可以到正無窮大的時候 這一個部分是不是就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越大越大無窮大了 是不是 所以為了符合igone function必須要有限 你這個c的係數一定要搞A成0 要不然你這個地方會越來越大 變成無窮大 這不行 違反原則 所以你這個igone function在第二個區域的時候 你的igone function就必須c要給你0 只剩下d的部分而已 可以嗎 可以嗎 那再來第二個boundary就是說 不管是哪個igone function 它必須只有一個值 也就是上一堂課我這邊講說 我如果畫這樣子 這兩個值是一定要相等的 和不能夠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 在這個boundary的部分呢 你在1號區域的boundary在0的時候 你要跟2號區域的igone function在0的時候 我都要一樣的 因為是一個值 可以嗎 所以你就把x帶0帶進去了 那麼你就得到了A加0就等於 這裡帶0的話等於d嘛 可以嗎 第三個我會用到一個技巧就是說 一次微分也必須要是一個值 所以對一個igone function1號的微分 在0的平方x等於 也要等於2號的igone function微分 在0的地方的 然後呢你就試著去推推看 你一定要得到 你自己要去練習看看喔 然後呢 有了5號跟6號之後呢 三個位之數abd 你有兩個equation 你有abd對不對 你應該就可以把a跟b用d來表示 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沒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寫出你的wave function 就是在區域小於0的時候 你有a跟b對不對 把a跟b帶進去 那區域大於0的時候 就把b帶進去 那這什麼意思 我們剛才是不是講說 你如果這裡是condition的話 是ks-e除以h bar t的話 這個是相當於是 你的wave function是向右 對這是向右的 然後如果是ks-e除以h bar t的話 這是向右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向右的意思是什麼 它這就是一個入色波 所以這一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屬一個入色波的 這個無意義的 那後面這裡呢 這個是向左 而且這個向左是在x小於0的部分 對不對 x小於0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相當於是一個什麼樣的 反色波 所以在小於0的地方 小於0的地方 你有向右的入色波 你也有向左的反色波 好 那再來x大於0的部分呢 它是不是會有一個 is potential的dk -k2s嘛 dk嘛 所以這就像什麼波 這穿透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就是穿透過去的穿透波 Transmission過去的穿透波 是不是 ok 這已經穿舌過去了 ok 好啦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題穆斯本來是怎麼樣子的呢 是不是告訴你說 有一個particle 它的能量是小於這個barium的 對不對 古典告訴你什麼事情 古典的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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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告訴你說 你只要小於0的 你只要小於這個barium 你是安全的對不對 你跟古典的力學 獅子它的能量很低 它低於這個牆 它跳不過去 那你這個人在這邊是很安全的對不對 你不會被咬到 因為這個獅子沒有能力可以跳躍到 這個牆壁過來咬你 所以你在這裡是安全的 這個是一個區域是安全的 可是在量子力學告訴你什麼事 量子力學告訴你說你不要太高興對不對 它是有機率 它是有機率可以穿透過去的 所以這個區域是跟古典力學是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個是例子 有機率 有機會 穿透到S大零的區域 是不是 是不是 能為一次嗎 OK 好 這裡還有很多東西我們之後可以再做講 我們下一段課再來說 這裡就開始很重要了 你要是繼續試著解解看你 你不能解釋在這裡快學 然後個別的不意義是什麼 好 我們先到這裡